力挺肖战怒骂黑帆 长着一张甜美脸的田兮威有多敢说 在20年肖战因为R27事件被大批网友抵制 此时的肖战犹如过街的老鼠 甚至踩上一脚都能被称为正义 而他所谓的兄弟都避而远之划进界限 但作为没拍几部戏的新人田兮威 却连夜敲了前次长文 用大量脏话怒骂黑帆 完全没有明星架子 而在此之前田兮威就粉上了肖战 日常追肖战的剧还对肖战发出麻烦的心爱 并且购买了肖战同款小风扇 此时就有人会问田兮威发文时间对不上啊 肖战事件是27号发生的 而田兮威发文是26号 虽然被称为R27事件 但其实在26号就已经在发酵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 田兮威并不是仗义直言蹭热点 而是跑在追星前线的真爱粉 田兮威不仅喜欢肖战 似乎还是肖战与王一博的CP粉 他的社交账号ID 也是肖战和王一博生日数字的组合 末尾的九九更是行音九九 田兮威的这些小细节 让人感觉他进娱乐圈不是为了演戏 而是为了近距离追星一般 肖战要是知道 他还有一位这么能护主的粉丝 估计会感叹不已吧 如今和白静婷出演的《青青日常》 更是火上了一把 这也代表着 也许很快就能实现跟偶像合作的愿望 糟话怒怼黑帆亲自下场 首次谣言 田兮威绝不让自己受一点委屈 田兮威外表活泼可爱 是个师大师的甜妹 但他作为心境小花却存在很大争议 他曾在童梁高中读过中学 有向我称 田兮威是学校出了名的小太妹 玩得很开 打架动物时常发生 对于这事 田兮威也主动承认是自己的所作所为 但他打架大多数都是被迫的 因为漂亮女孩总会承受许多不堪 田兮威也不例外 因为自身长相比较出众 能格善武的 总喜欢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 很受老实青睐 但这种行为在那个落后的学校 显得格格不弱 对此班里的同学带头孤立他 嘲笑他爱出风头 正好学校有个大哥大喜欢他 于是就跟其他人一起造田兮威的谣 很多人看不惯他 就故意找茬和他打架 田兮威对此也做出解释 表示自己是有些脾气臭 但也只是以牙还牙 谁打了他 他就打回去 对比外人口口相传的霸凌者 田兮威更像一个被霸凌者 就算步入娱乐圈 田兮威也没有收脸脾气 该骂就骂 完全不在意明星这个身份 当时田兮威和朱剑谈起了恋爱 但朱剑和查杰一同出演了刺客列传 田兮威的出现 打破了那些CP粉的美梦 最后就用各种脏话来辱骂他 田兮威作为正主 也是冲在私逼最前向 别的明星都是粉丝骂架 到他这就成了本尊亲自下场该死 而且骂的不比粉丝差 以为他是158的青春甜妹 事实上是168的暴躁老简 黑粉以十倍脏话骂他 他就以百倍脏话奉还 绝不让自己受一点委屈 不稀罕热搜怒对网友 甜妹田兮威到底有多刚 当赵鲁斯的偷偷藏不住官宣后 田兮威也被冲上了热搜 许多网友认为 田兮威是心目中最合适的丧志人选 意识之间这场选角风波闹得飞飞扬扬 但这已经不是田兮威第一次陷入选角风波了 去年电视剧 星落宁城堂正式开街 剧组已曾确定 由李兰迪担任女主 而李兰迪也特意为此戏流出档切 还提前进组进行训练 如果不出意外 直至作品开机主演的位置都不会发生变动 结果这时却传了幺蛾子 有大威突然透露 说李兰迪以学业为由放弃出演女主 并让田兮威作为替补出演此剧 对此网友便觉得 田兮威身后有大佬扶持 截户了李兰迪的资源 于是纷纷跑到其微博下一段痛嘛 结果田兮威也不是吃晚饭的 立马甩出与剧组的聊天记录 表示自己只是作为替补人员 正常失戏 以应变剧组的突发状况 直接正面刚网友 更有热搜说他截户资源 他直接放狠话说不稀罕这热度 就在大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 又有人放出消息说 李兰迪并未被换 他目前正在剧组唯独剧本 对此网友算明白了 原来是剧组和李兰迪的团队在左摇 自己和田兮威都被把了一道 都是炒作手段 而田兮威更是背了个大黑锅 如此一来 所有人都为田兮威感到不值 认为他白白被骂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 几个月后 他就官宣了和白敬婷合作的新剧 清清日常 狠狠打了那些团队的脸